你好,今天是2021年的第一天交易日 这个在周末的时候,这个比特币啊,就是长得一塌糊涂,又创新高了,对吧,两个礼拜从2万到了3万4 今天早上一开门的时候呢,你那些什么比特币这个挖矿的这个公司啊,我觉得Joy的公司呢,也涨了一塌糊涂,听说你买了不少啊,没生意啊 还没有 还没生意呢 你还没打开 还没打开 没开 刚才讲了这个比特币现在是这个牛市冲天了 再讲他们现在涨了也就是一倍吧,一倍一倍,那个,当然他的目标肯定不会是一倍了,对吧 对对对,他们有些好像翻了十倍,或者是一百倍的有,我今天看到一个股票,他从七分前现在涨到两块五了,两块四块九 所以就是做股票就是这样了,就是你这个,你就选择,因为我喜欢做股票,他去年我做那个石油的时候,他们也是一天能涨个百分之,有的最多涨百分之二百五,百分之七八十的也有 所以美股呢,就是这样,就像你讲,搞对了板块,对吧,然后这个,这个,这个,这个一股风来了,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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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拼命涨,并且涨到很厉害了,有些股票整个涨十倍,二十倍的,一百倍的都有 所以的话呢,就是说,股票啊,他就是个风,对吧,风呢,就要看着风向,是不是 有个风向搞对了,这个东西就可以赚很多钱了,那现在并不一定说一定要去买Option Option呢,他就是有些东西,就是这个时间Value是这个很大的,现在这很多股票比Option还涨得还快 Option,你Option是这样,Option那个就是个小赌的工具,因为你,你到最后那几天,如果他,他就是长不到那个位置,那你就等归零了嘛,对吧 对对对,所以这个Option的,Option就是说,本身有赌很大的一个方面,有赌的一个方面,当然要做好了也不错,就是你说 说,一个做Option要想做得很好呢,那么你对股票应该是非常了解,非常了解,对 股票的方向你如果掌握不住的话,Option和Option的方向和股票的方向就是一样的 对对对,方向是这样的 如果你不能判断股票的方向,那么你Option的方向,那也是错的 那你那天,你那天讲的这个股票叫 它这个股票呢,大概是,我今天最主要的就是 这个股票今天,美股就是这样了,美股今天,这个应该说挑战打击机遇了,不是这个机会打击挑战 对,因为这个美股今天,我看他们就上半期就开始往下跌一点了,究竟是不是会 我们不知道,今天这个市场调整了,今天市场,今天第一天开门就,刚才对播的时候,道具指数已经掉到700点 对吧,NASDA跟这个SP掉了2% 左右,现在呢,开始的时候,今天那个比特币掉了17% 现在涨回来了,涨到 只掉百分之几了,掉百分之7了 所以做股票,哎呀,做股票,我今年花了两天的时间,又去看了一下A股 A股,因为原来A股比较熟,所以你是A股,你是权威人士 A股花了16年的时间,专门研究它,对吧,所以 我有三年的时间就不太研究了,所以现在再去看一眼吧 现在一个呢,精致,就是中国的精致好像是在全球里面,现在是 在现在这个疫情情况下是最好的,对吧 另外呢,这个美元呢,也天天掉,人民币也在涨 现在呢,很多资金呢,好像是 就进入到这个人民币,或者是 就是以人民币为 对吧,会计算的一些投资工具里面去 所以呢,你这个,在中国这个股市里面,你是 16年的经验啊,我们看看,是不是能够在中国这个股市里面也发挥一定的作用 这个全球的股市啊,全球股市我们谈过,这个全球的股市 是从2009年开始的,对 2009年的3月3月份,3月31号,准确讲 那么就是说,美国的股市是经历了,这一轮 这一轮搏烂状况最长的牛市,是从那个时间开始 对,那么中国的股市呢,那么是 是从2008年的,2007年跌下来进入熊市 2008年的 11月7号 11月7号应该是 那么它到2009年的3月份 是一轮小牛市 然后从那以后呢,从2009年的3月份 那么一直到 2013年的 2013年的 6月份 那么这是一个熊市集团 实际上创业版从 2012年的 1月19号 就开始走 走出一个 一个熊市了 那么 20 创业版 这个 2013年的 6月份 6月25号 一直到 2015年的 6月12号 这算一轮小牛市 那么从 2015年的 6月12号 一直到 2018年的 10月18号 这是一轮 又是一轮熊市 这轮熊市呢 那么 实际上 我们现在 中国的这个牛市 这个 这也不能叫牛市 中国这个反弹市呢 那么就是说 从2018年的 10月19号 整个 10月18号 10月19号 开始了 那么一直到今天 它现在的 现在这个 创业版呢 已经进入了 两年的 牛市了 而且从 基线图上来看呢 它从来就没有往前跌过 像这个 上证指数呢 那么最近三个季度呢 也是在走牛 而且走得很好看 这个 所以中国的股市呢 现在基本上来讲 是 是一个 牛 小牛的 这个 这个阶段 这个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那么 它 我估计到 4月份 应该是没有 太大的问题的 如果美股 不是 进入熊市的话 中国的股市 它的春季行情 一般是从今年的 今年的年底 一直到 4月中旬 那么这个 这个过程呢 它是中国的一个 一个 一个 一个春季行情 但是 这个春季行情呢 是接着去年的 这个 这个小牛 也就是说 它的季限级别的 反弹上来的 接着 2018年的 10 10月 那么到现在 一直在走一个 小牛的样子 那么 这个 这个时候呢 做股票是相当容易的 因为在熊市当中呢 做股票很艰难 你比如说 那容易的是 就是都赚点钱嘛 现在好像 就是 对中国股市关注的人 也很多了 越来越多了是吧 熊市当中 我也赚钱了 我赚的也不少 对呀 那你就 熊市当中呢 熊市当中 赚钱 有赚钱的方法 当然我可以专为 讲熊市当中 赚钱 因为我是20121314 这基本上是熊市当中 那2015年的下半年 又是熊市当中 从 所以这个 在熊市当中 如何赚钱 我都是多少有点经验 这个 这个是很 但是很残酷 赚钱很艰难 但是关键问题 关键问题 其实你在熊市里面 你找到 根据你讲的那个 叫板块理论 板块文动的话 可能是比较 能够花贵 游戏 熊市当中呢 你要找板块 熊市当中 比较容易 比较容易 挣钱的两个板块 一个是 一个是 一个是酒 一个是药 那么这两个东西呢 是比较容易赚钱的 这个 再一个呢 在特别熊的时候 也就是说这个 接近底部的时候 往往这个金融 容易走牛 因为他要把这个 整个大盘不要让他 他要拖住 整个大盘的唯一的工具 就是金融的银行 银行和那两桶油 但是那两桶油 是实在是 踢不起来 所以真正的 真正的在熊市当中 能够能够赚钱的话呢 那么就要把我几个 板块 当然熊市当中也有 也有牛板块 举个例子 就是从2012年到现在为止 最牛的板块 恐怕就是锂电池了 锂电池和新能源 这一个 那么锂电池 即使在熊市当中 它也是走牛的 那么其中出现的两个股票呢 就是最早的时候 是一个干风里业 一个天气里业 那么这两个股 这两个股票呢 在熊市当中 它也是长得很好的 这个 包括五粮业 想当年 这个酒 在2015年 长得也很好 当然了 酒的真正的牛市 是从 2004年开始的 那么到现在为止 酒的牛市 还在牛市当中 因为当时的五粮业 只有三十块钱左右 二十二 还不到三十 二十多块钱 现在已经达到可能 三百多了 三百多了 这几年 那什么 嗯 茅台酒 现在也是 在中国股市里面 最大的一个股票 茅台酒 现在已经达到两万多亿了 对吧 所以我们这个酒 去年 去年最好的板块 一个是酒 一个是新能源 还是新能源当中最好的是太阳能 这个 那么中国的股市就是这样了 它有一个春节行情 到四月中旬就可以结束 那么这个过程当中 本来是创业板为主 创业板 创业板的这个 创业板是 春天是最容易 最容易赚钱的 那么还有一个 但是今年的这个 今年的这个 春节行情呢 那不仅仅是创业板了 它有可能是一个全面的一个开花 科技加资源 应该是科技加资源 就是创业板加资源板块 那么这是 我估计这是这个春天的一个 一个一个大点 那下次你都准备一下 我们都谈谈这个 就是在这个 现在到一直到四月份 这个一个行情之间 给大家提供这些 一些信息 一些经验体会 对呀 我记得你的做法呀 对吧 然后 因为怎么呢 我知道有很多朋友 是在中国股市上 这个 就是很成功的 并且也很大 几千万 几个亿 几十个亿的都有 所以如果我们 这个能够中国 对吧 在国内有一个很好的班子 在国外呢 带入很多资金 我现在的几个想法 一个是国内 一个是欧洲 一个呢 还有个非洲 非洲也有个朋友 然后呢 有些朋友是在欧洲 对吧 就是我们想做大一点的 对吧 万一能够组织发展起来 对吧 搞个上市公司搞一搞 对吧 就是说 就是能够 就是这个 比较多的资本啊 就在这些地方 能够 能够做大 啊 看看 你只要是 我知道 中国这个股市 当然比较熟了 花了十六七年的 那你就专门做熟子吧 然后 但是中国的股市 有它的问题 中国股市 不是一个投资者 可以赚钱 不能投资 所以 你反正对中国熟就行了 它有问题 你知道它的问题在哪里 能够避免这个问题就行了 是吧 嗯 当然了 这两天一直在 这两天 重新开始做中国股市 你把精力放上去了是吧 对 因为我 应该是这样 我本来是一直 你跟我说中国股市 你那么牛逼 那么那么有经验 那么有有好的业绩是吧 那 胡乱不为呢 现在 今天讲 投资人 没比的就是要 要赚钱 要安全 对吧 要有捐家带入 对吧 大家都看 现在你看在网上 寻找信息的 寻找帮助的 很多啊 对吧 我们下次你要如果有市场的 我们每天可以 聊几分钟 对吧 你说 有信息了 我们 等一下 今天有什么信息 有什么好消息啊 有什么好的这个 搞的 这有什么消息 就是 就这个春天 你 你就是买 买几只股票到四月费 赚个百分之四五十走就行了 这个很简单 那一百分之四五十 那就很多了 那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 每年如果是你抓 抓好春季行情 挣百分之五十没有什么问题 对啊 对啊 这个 那是 那就不得了了 一年一年转一波就够了 对啊 你就一年转一波嘛 然后你就 昨天有个朋友 他们全部搞了个园林 但是一年他工作九个月 然后还有四个月休息 三个月啊 然后你不用做事情 在股市当中 你一年干半年就很好了 对啊 你要干的多了 反而赔钱 你这个股市当中一年 就是做几个月 就半年 然后其他时间 你选个 你选择最好的时间段 对啊 你选择最好的春季行情做完了 然后到六七月份 五六七 你就说你就得到处旅游了 对吧 到处玩就是了 这个 然后到七八月份再看看行情 那么到他又可能到十十一月左右了 从十一月份又开始打压到年底 所以你这个按照继续进来了 那当然与季节有关系的 与板块有关系 与季节有关系 中国的股市绝大部分是在熊市当中度过的 这个到现在为止 但是我们也不敢说它是一个牛市 因为中国的经济有问题 中国的企业家有问题 中国的金融家都在监狱了 所以你说中国这个股市它能有牛市吗 它们不可能有牛市 反正你不要我们现在不是叫马云那样呼风唤雨 几十个亿上万个亿 没有上千亿上万亿 我们不用担心有什么政治问题 对 其实我们都是无所谓的 好吧 我们这时候准备好 我们以后给大家提供一些经验教训 然后什么时候炒的 好吧 没问题 你像现在的锂店 我可以这么说吧 现在创业板 有一半的这些天下是锂店的天下 像这些锂店池 我原先做的那些东西 现在都已经是 你已经上千亿了 当时才三四十个亿 都几十倍的涨了 哇 这个这个像这些 那你要找到一个板块来 像你那么找到那么多好板块 也没有 那你要如果搞这个 我2016年 我2016年就 就基本 有点金盆洗手了 就是我把我原先的 实际上我原先做公司 你公司做的 公司最后就做完了 上一轮的大牛市以后 然后就是就把它解散掉了 然后剩的在国内的这个 资金也不是太多了 所以我就很少再去关注A股 当然了那么每天 看一眼去看看 就是没有那么多时间 没有那么专注了 因为你要想挣钱 你就得专注 对吧 对对对 你这个实际上来讲呢 第一它就分 第一个呢 你要构建什么样的组合 对吧 什么样的板块 第二个呢 你如何去管理这个板块 不断的去降低成本 对吧 怎么能把这个成本降到零 然后呢 这个怎么退出一个板块 对吧 然后寻找第二个板块 一年能做两个板块 大概就可以赚到百分之百的利润 那你就更大就不得了了 百分之百的利润了 这个这个 这是 那我们以后就 你找一点具体的这个 你在做什么 做得怎么样 然后下面怎么做 啊 好吧 OK 好好好 那先就这样 因为不要聊太多时间 OK 看不完了 看看大家的兴趣怎么样 嗯 好好 好